大家好,我是华台证券王林 首先感谢大会的邀请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华台证券在银元森技术领域的一些探索和思考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华台证券 华台证券是一家领先的科技驱动型的证券集团 这里面有几个数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总体来说呢,现在在全国排名前五的一个券商 那我们的股计交易量和我们的并购重组 常年都会雄居行业的第一 那有个数字呢,就是大概10%以上的这个交易量 其实都发生在华台证券的交易平台上 大概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些现状 当然华台证券业务线还很长 它包括基金、期货、还有一家银行的参股等等 那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金融集团 那也是国内一家唯一一家在四地上市的公司 这么一个金融集团公司 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标签就是科技驱动 因为我们在20年的战略当中明确提出 科技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那到目前为止呢,集团超过1000人的科技研发队伍 大概占比在10%左右的员工数量 另外我们每年大概持续投入近20亿的一个资金 在我们的科技研发策 应该来说在金融科技领域 我们一直都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我们的10年的科技历程呢 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是移动互联网的阶段 在那个阶段呢,我们进行了我们长了系UP的研发 同时也获得了零售端业务的超规模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呢,是16年大概开始我们全面自主研发 第三个阶段呢,大概在19年开始 全集团的数字化转型 进入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阶段 介绍完公司,我们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做云原生技术领域的探索 跟我刚才介绍的数字化转型的背景 是息息相关的 通所周知,数字化转型是当下所有社会的热点 更加是金融行业的热点 为了做数字化转型 我们的集团的员工都非常踊跃地 投身到科技的学习过程 还有一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当中来 这时候我们发现说 原来科技测的需求的压力会大大增加 科技反倒成为了一个发展的瓶颈和制约 怎么去摆脱这样的一个困境 同时更好的支持我们的业务的创新 和我们真正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下一代的基础设施 也就是我们下一代技术的一些探索 这就是我们的云原生技术 当然云原生技术包含哪些内容 我这里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基本上是这张图上中间那部分的四大内容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领域 这张图是我们当下所进行的基本的所有的工作内容 那我重点介绍一下一体化的研发平台 这个平台是面向我们所有的科技工作者的 那从需求开始到项目管理到代码到我们的发布 再到监测 运维分析 那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链的壁画 基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平台 我们所有的研发工作者都可以享受 纵向整合所有的PASS层的资源和服务 同时横向打通系统的边界 能够最大化的提升我们的编程效率和工作的标准化 这个平台不仅是面向我们内部的研发工作者 而且也会面向我们的外部的合作伙伴的科技人员 所以这样的也可以保证我们企业的研发的质量和标准能够达到统一的水平 这是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基础工程 在我们的研发一体化平台上 已经大概有6000条左右的流水线在构建 每天的大概有两三千人的日活跃度 未来呢我们将会坚定不移的去推行我们的一体化的研发底座 也借这个研发底座来推行我们云原生技术的 在各个业务线各个应用领域的一个使用 在这之上我们要不断的构建和迁移我们的各种样子的原有的这个遗留的系统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规划和出发点 好那我们看完我们的一体化的研发平台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其实券商的应用或迁移呢 事实上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会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同时呢我们也会非常去考量一个系统迁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问题 那其他的领域的应用呢 我就不再一一去想数了 因为券商的领域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但最有一个最核心的领域 可能大家也都会比较了解的一个领域 就是我们的大交易的领域 那这也是我们券商最核心的业务领域 也是我们所有的云原生技术迁移当中最难的一个领域 那我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并不是因为说我已经做完了 而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也刚刚起步 刚刚思考 刚刚在规划 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把它拿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探讨 希望我们全世界有志于有兴趣做这项工作的人呢 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来进行持续的沟通 这张图呢我们的看到左边是我们的传统的交易架构 我们称之为两地三中心 那每一个节点呢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单体应用的架构节点 往往是Oracle数据库传统的中间间等等 所谓的两地三中心呢 是指我们在这个叫做活跃的交易节点是在南京的 同时我们在南京有一个同城的栽被节点 那是一个冷被 那同时还有一个异地的栽被节点 那也是一个冷被 所以每一次呢 那如果我们的中心交易节点发生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进行栽被启动 那大概现在花费的时间其实是要在分钟级别的 但是大家可能要知道如果是在分钟级别 对于我们这样的券商而言几乎是不可以接受的啊 所以这是我们当下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痛点吧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未来 我们未来是希望说我们是多地多中心多活的一个分布式的架构 那这是我们的未来 那我们的愿景是什么 我们未来的交易是要在全球交易的 所以我们未来的交易节点是要部署在全球的 我们要为全球的华人提供全球的资产交易的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愿景 当然这样的愿景没了云原生的技术的支持 我认为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 因为就光光全球节点的管理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痛点呢 跟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诉求相关 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客户对于交易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诉求 第一类呢是我们的零售客户啊 说我们的零售客户经常通过我们的移动端 比如说涨了全球通或者涨了财富通来进行资产交易 这个特征呢其实就是高并发大容量啊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交易特征 同时呢你如果出现故障 你应该是秒级的一个连续性的切换 那等等这个呢是我们对零售端交易端的诉求 而在我们的机构端呢我们的机构客户的交易呢 往往会更加的专业化 所谓的专业化就是它的工具转业化算力转业化策略专业化 那这时候对我们的系统的要求是 第一它有非常丰富的策略的要求 有些量化高频的会有非常低的实验性的要求 而且机构客户往往是所有券商争夺的最激烈的那部分客群 所以对速度的要求几乎是无止境的 在所有的交易领域每个券商都在进行军备竞赛 所谓的军备竞赛就是快无止境 就是你要无底线的快无 没有任何一个标准说是我已经达到就好了的 同时呢它你还不能出问题啊 这个其实就是高一致性快速稳定 那成为一个几乎是一个矛盾的一个诉求 一对矛盾的诉求就出现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我们做了一些大胆的架构的一些设计 首先我们说在这个架构设计当中 我们用到了一项技术吧 于原生里面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项技术 我们叫service mesh 我们认为在交易领域是有用武之地的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 控制层面的通信跟我们的业务层面通信 大大的结构 同时控制层面可以承载我更多的业务属性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吸引点 我们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的往这个方向去演进 但是在这演进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过程的难点 过程的难点是我们可能需要双模 因为我们很多的交易 原有的交易系统 因为它的特征不同 所以往往都是异构的 我们有硬件啊 有不同的语言 还有硬件编程混合编程都有啊 所以这种不同的交易架构的存在 我们称之为双模眼镜就出现了 我们有agent等等 原来我还得兼容掉 我还要让应用五感对吧 面对这样的现实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眼镜路径 那同时呢 因为我们想用赛的卡 来做一些管理面的通信的工作 但这个通信的工作呢 又带来了额外的食言 那这一点呢 其实在交易系统里面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我们所有赛的卡的这个通信这一跳 能够把这个损耗降到最低 现在我们做到的那大概在一毫秒左右 但我们认为一毫秒还是不行的啊 一毫秒绝对不行 那什么叫醒了呢 我觉得再降一个数量级可能就醒了 但什么叫好呢 我觉得再降一个数量级可能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在大概在0.01左右 我们希望达到这么一个极致的目标 那当然我们现在没做到了 我们刚才说我们现在还在1左右对吧 我们还再往下走两个数量级 那我们也希望说后面 希望各位同仁可以去持续的去钻研和探索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的观测性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交易的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我们一直都在梦寐以求一个叫做端到端的观测性 和实时的故障的自愈和自处理的能力 那这样的一个能力只要能做到与客户五感 我们就偷偷的完美的达成了 那怎么能做到呢 那我们就说这个现在这个APM的原生领域说的也很多 那我们怎么做呢 现在是不是就拿来微服务那一套拿来就能用 但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又不行 因为在这个交易领域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速度的极致的追求 造成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微服务的架构是没法用的 那这时候我们又怎么去解决这么一个统一的观测性问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又在探索的 当然我们想到说有一些办法了 现在我比如说我们网络层的镜像等等 这是一种办法 但我想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硬件层面 智能网卡层面再去探索 再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更优的解决方案 也许也是一条路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在APM这个领域内交易的大的应用领域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在交易领域的整个的一些探索的一些思考的技术点 就是我们说APM这块就是可监测这一块 到目前为止呢我也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一些基础监测的一些情况 我们说现在我们三位一体的链路的跟踪的能力已经建立起来的 从日智到交友链等等 我们这已经基本上我们已经具备了 当然这是以微服务为主的一个框架体系已经具备了 然后我们能够自动的拓扑生成 能够做一些这个链路的跟踪和故障的定位 那而说故障定位能力太重要了 对我们来说可能分钟级故障定位 必须是我们达到的要求对吧 这个如果你分钟级不能故障定位呢 那其实坦率来说对我们来说提升就不大 所以我们需要说分钟级你故障就得快速定位 当然你还能去做更音的分析啊等等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到后一步再去看看我们的一些智能手段 智能技术能不能帮我们去做 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这些监测到的数据 怎么可视化的进行展示出来 其实这也是一个难点 因为这个数据复杂度太高了 链路的复杂度太高 怎么可视化的展现让人能读懂 那特别是让业务的监控人员能读懂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 最后呢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 说我们未来怎么去做到无人之手 可以真正系统自愈啊 那是一个更加远大的目标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银元生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可观测性啊 统一的观测性 这一点我们也是觉得我们非常拥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这是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一些成果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各个应用领域都在积极的拥抱 我们的银元生的技术 我们也制定了一年的规划两年的展望 但是这更长时间坦率来说我们也没有啊 再去想变化总比计划要快多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这边也大概总结了一下 第一个呢是真正银元生的架构的改变 我们更加希望得到的是业务价值 业务价值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能力的非常结偶的这个框架下 以非常丰富的能力技术能力的支撑 来快速的组合创新我们的业务和产品 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随着速度化转型的推进 会大力的去推我们的银元生技术 而且现在我们也是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回报的 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现在一个app的上线啊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机构端的服务的app 我们这样的app的上线从0到1 这样的一个工作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 而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努力和多么刻苦 而是因为我们的架构的能力已经基本上具备了 所以当我们的基础架构能力 基础架构合理性都具备的话 我们的创新会大大的被加速 那第二个好处呢 事实上是系统的韧性和系统的弹性 得到大大的加强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企业上了规模以后 一定会要想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志于去做全球的服务 我们有志于做国际化的华人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规模性一定是我们所追求的 就会大大的去追求我们的弹性和韧性啊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优势 那第三大优势呢 其实是对我们研发策的管理来说的 因为有了技术的底座 有了我们统一的pass 有了我们很好的监测性 所有的技术策的治理和研发的管理效能 其实是会被total的平台化掉的 或者是它的管理的落地会更加易于实现 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我们的development平台 其实是一个管理平台 是一个研发工作者的管理工具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理解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作业人生是符合我们的ESG的理念的 所谓ESG的理念 科技侧如何做ESG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要节省我的能耗嘛 对吧 数据中心这一侧呢 设计工程层面就已经决定的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这一件事情是 通过我们的软件架构 让我们的资源利用的更加高效 比如说我们原来是两地三中心的三分之二的节点 就是被浪费的对吗 如果我们是原原生的架构 那我们所有的total的节点都是不会被浪费的 当然那是一个远景了 但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源的节约和使用 应该来说已经达到了50%以上 这个是我们测算下来的一个经济的收益 所以这个应该是符合我们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诉求的 最后呢我也想发散一下 银原生技术其实对科技层面影响是巨大的 但不仅限于科技 其实银原生的技术它本身是一个科技的迭代 但是科技的进步会带来社会 企业和组织行为的模式的转变 所以我们想说银原生技术带来的 不仅带来技术 而且带来对人的改变了 为什么带来人的改变 我最简单就从我们自身的科技侧说起来说 我们会更加拥抱社区文化 就现在所有的开源 对吧所有的这些社区 其实都是一种典型的社区文化 这种社区文化让我们变得更加open 让我们变得更加国际化 研发的小伙伴我都鼓励他们说 你们要走出去啊 你们要走出去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区 你们要跟各种各样的社区一起去合作 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做的一些探索和成果 贡献给社区 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改变 我们甚至于说我们是不是能够 因为金融行业相对比较保守一些啊 这个应该来说 因为是属于安全性的考量 那所以total的开源 可能我们当下未必能完全做到 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 我们可以在行业内部做一些 有价值有意义的基础设施的开源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筹划这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说 首先科技策的人员变得更加 open 变得更加国际化连接了 那另一策呢 我们认为不仅局限于科技策啊 我们一定会坚信 好的技术的架构的变革 一定会驱动组织架构的变革 驱动组织架构的变革 也一定会带来我们业务架构的重塑 以前所有的企业架构理论都在说 业务架构决定技术架构 但我们现在我相信 这个时代应该是反过来的 应该是技术架构决定我们的业务架构 相信在华台 甚至于说更大范围内 这样的一个趋势就会很快就会显现啊 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